老欢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打扰了 问一下绣球啥的情况 我看了一下 绣球这个呢是水大通风差 不怎么缺光 就是有点那种积水欧根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得了一些个碳取病 这种就是一些病害了 跟话我们不止一次的讲过 好多的好多的人在讲绣球的时候 也都是至关重要的给你说到一点通风 通风一定要好 好的话我理解不了 我开着窗呢我觉着通风啊 通风你得灰灰的这种有风 这种感觉它得那种叶子都会微微颤抖的 那种感觉才叫通风 您这个就是通风太差了 就是有点闷了 好吗臭宝 现在的话能做到的就是剪掉 然后放到大树底下那种 不要强光暴晒啊 有阴凉散射光没事 一定通风要好 然后呢用一些杀菌药 像三座桶恶眉灵或者是多菌灵 好吧一些个杀菌药 浇水的时候还是拿捏一点啊 虽说是洗水的 但是你通风不好啊 就得注意自己的浇水频率了 下个臭宝的这个月季啊 从枝头开始黑干 是怎么回事 仔细看一下啊 这种是坏芽啊 死芽 一般都是缺一些微量元素 说白了呢还是缺乏营养 这位臭宝的这个肥料啊 用的可能是比较少 另外我看了一下 还是稍微有些缺水 通风有点差 月季花呢 光照给的很足的时候 大家可以适当的多浇点水 加强一下自己的通风 然后该施肥的施肥 要不咱时间长了以后呢 设的月季是比较耐干 这个花手应该停留在第二阶段 就是不敢浇水的一个阶段 你不浇水 它怎么活动啊 是吧 它也需要水 是耐旱 耐旱不假 所以花手也要盖它 光照好的时候呢 通风好的时候呢 水该浇的浇 肥料该用的就要用 下个臭宝说 这个我有一盆浮肉烤 情书养得很差劲 然后呢 嫩牙枯萎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缺水 现在就是缺水 好吧臭宝 缺肥缺水 别的没啥 嗯 别的没啥 就是缺水缺肥了 该施些肥的施些肥 然后施肥的时候 同时哈 用一些杀菌要加强自己的通风 要不然这种心里边发黄 也是因为通风啊 就是那种缺氧而导致的 所以臭宝 一定要盖在这个脸 像这我说 杜鹃还有旧吗 今年四月初买的 五一给换了个盆 平时也没有多浇水 这个基本上 已经成嫁和吸取的状态了 好吧 如果说 你要把杜鹃养好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很合适的环境 不要强光的猛晒 要很温润 通风很好 就是人带的都很舒服 很凉快 很温润的那种感觉 不会很干燥 这样才能养好它 你又给它换盆这那的 现在不是缺水 现在不是缺水 这就是闷根 通风差 不够温润 空气过于干燥 强光猛晒 一般就是这些事 尤其是夏天 尤其是北方的臭宝 养杜鹃 多翻看之前的 关于杜鹃的视频 他说这个F系的铁线连小绿 是利库病吗 应该如何处理 每天三个小时的光照 这个就是温度过高 温度过高 你像铁线连的利库病 基本上就像人一样 就是暴毙 这个东西你拉不住 然后偶尔的有这么一两个枝叶 牙子这样的 它是正在给你预告 要用一些杀菌药了 你比方说先趴的小白药 又或者是一些往土里面放的 又或者是用多菊磷之类的 杀菌药一个月左右来一次 因为广东那边一般梅雨季节 加上潮湿闷热 特别容易爱支撑一些病害 也特别容易得利窟 所以说臭宝 杀菌药是不能少的 通风一定要好一点 真的是家家又不是难念的经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控制一下胶水 因为您的光照不够意思 才三个小时 下个臭宝说 我沙漠玫瑰找的了 沙漠玫瑰缺肥了 还略微有点缺水 你光照很足 通风很好的时候 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该浇水的浇水 但是也要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看了一下臭宝们今天的提问 还是说对于光照 浇水 跟那些个通风的问题 华尔蒙 多翻翻之前的视频 多预计预计 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这种没事 慢慢都能缓过来 十二华一 两华最在一 期待两位的视频下留言 然后希望帮我们多翻翻之前的一些视频 能够帮助到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哎 嘿嘿 嘿嘿 拜拜